HELLO 大家好,我是HAK 本期视频我们来聊点不一样的 前段时间问界M7不是发布了吗 其实在发布之前 我们有去静态体验了那款产品 然后发布会结束后没多久 在微博上 魏牌的CEO和于成东就撕起来了 魏牌的CEO是说的非常之间 大概意思就是 增程式混动技术落后是行业共识 再大的嘴也不能大放厥词 我虽然没有问界的车 但是问界M5那款车 我接下来体验了一周多 我本身也是个理想万的车主 所以我确实很好奇 增程式混动 它到底是不是落后的技术 像是魏牌的智能DHT技术 到底又有什么优势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这个 想说清楚这点 首先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所谓电动汽车的发展历程 其实电动车早在19世纪中期就出现了 不过随着内燃机技术的迅速发展 再加上当时的电动车有的 诸多难以忍说的不变 在20世纪初期 电动车基本就已经退出了市场 整个汽车行业也迎来了 持续很久很久的内燃机时代 那既然内燃机这么香满足了人类社会上百年的出行需求 为啥人类还会在探索混动纯电这些方式呢 原因也很简单 纯烧油越来越弊短 一个是人类过去几十年出现过石油危机 这玩意不可再生了 另一个是各国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法规 再加上电池电机这些技术在几十年的过程中 还是有着明显发展的 而且混动技术在用车成本上往往也更有优势 总之各种内外因素加起来 混动和纯电技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 又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 而增程式混动呢 也就是REEV 确实是一个比较老的技术 很多年前就有车经用过 在力想办之前 你像是宝马S3增程版 有些人可能也听说过 技术原理是差不多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增程式混动的大气结构 其实非常简单 内燃机或者叫增程器 然后是发电机 然后是电池 然后是电机 最后输出到轮子上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如果我们不看增程器和发电机这部分 那只从电池到电机到车轮 这个流程的话 你会发现这不就是现在的纯电车吗 对吧 其实就是这样 增程式电车 基本都只有电机驱动这种方式 内燃机是不参与车轮驱动的 所以一个增程式汽车 在电量本身比较容易不启动增程器的时候 它的感受和电车是没有什么明显区别的 比如我开的理想万 包括问节目 如果它的电量比较充足 这个时候哪怕你打开软油优先 它的增程器往往也是不会启动的 因为它系统判定 你现在电量是冗余的 不需要启动增程器 给电池补电 所以你会发现在增程系统里 电的优先级其实是要比油更高一些的 因为它驱动形式的单一 所以它增程器合适工作 取决于电量的多少和场上的标定 增程式系统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优点 你从这个大体结构就能够看出来 它比较简单 而且对于内燃机的要求不是特别的高 因为内燃机它不需要参与驱动 厂商可以尽可能让增程器保持在一个高效工况 尤其是对于刚开始做新能源汽车的企业来说 它如果想解决续航焦虑 并且在内燃机这儿积累不是特别充足的时候 这个结构对于降低内燃机研发成本和周期是有帮助的 第二个优点很明显 就是没有续航焦虑 相当于你车背了一个充电宝 而且这套系统受环境的干扰相对较小 至于我的措辞是相对较小 可能油耗纯电续航也会受到影响 但不至于像纯电车那样有很强的焦虑感 大家都知道凡是有好处就有坏处 你不可能好处都被你占了 这套系统的弊端是什么呢 首先你只有电驱这一种驱动方式 在遇到不同工况的时候 你的驱动效率会不一样 中低速区间可能用电驱效率更高 当然到了高速区间 你可能内燃机机械驱动效率更高 但你这时候还是电驱 那为了补电增程器就要更频繁的做工 那油耗可能就会增加 对吧 那我开理想万也是这个感觉 而且增程式的大体结构 导致了这个车的油耗表现和动力表现 与电池本身的余量有很大关系 如果你电池电量很低 那两者都会受到不好的影响 其次是你成本高 而且占地大 你发现了吗 增程式汽车的车型往往都比较大 中型SUV 中大型SUV 尤其是这几年的产品 基本上没有小车 而且车的售价往往也不低 基本都接近30万 当然了 这个对于网友来说是小钱 但对于普通老百姓不便宜 因为你这套系统需要你背着增程器 需要你背着发电机 还需要背一块不小的电池 而且还需要背着功率比较大的电机 这套系统虽然链路简单 但是成本和对车型的要求都比较高 相比于理想和问界的增程式 这次出来diss他们的智能DHT 大概是什么原理呢 别睡着 跟上啊 无论是你理想问界这种增程式 还是卫牌的智能DHT技术 广义上都属于新能源 是吧 无非是不同的呈现形式罢了 那明明是同门师兄 卫牌的CEO 为啥就说自家的DHT更高级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智能DHT的启动过程 其实也比较好理解 卫牌智能DHT 它也有内燃机 也有发电机 也有电池 也有电机 那自然也有轮子 对吧 不过它还多了一个结构 就是两档变速结构 这时候有些小可爱可能会说了 这结构好像区别不是特别大 结构变得可能不多 但有一点很有意思 就是在卫牌DHT里 这个内燃机 它不像增程式里只参与发电 它还能够直驱车轮 搭配两档变速结构 这点就很有意思了 比如用户在起步并且低速状态下 电机驱动效率更高 反应更快 这时候内燃机就不参与驱动 让电机参与驱动 如果用户请求动力 要超车 这时候电机和内燃机就同时驱动 变速结构其他一档 给驾驶者提供动力最强的模式 如果用户上了高速 开启了巡航模式 这时候变速结构再换一个档位 降低传动比 续航转速更低 能够更省油 这个结构我相信很多人听起来 也知道有个好处 就是很明显 更丰富的驱动方式 能够应对的细分工况更多 高速模式下很可能就更省油 它高速模式下更省油 成本也更低 这套系统的缺点是什么呢 主要就是内燃机在参与驱动的时候 需要个时间 打个比方 你从35公里 极加速到80 你从纯电机驱动 变成内燃机和电机一起驱动 内燃机提供动力很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所以它的动力 在某些工况下 很难像增程式这种纯电区那样随到随到 两套系统基本都说的差不多了 大家听完了 觉得增程式和卫牌智能DHT技术相比 算是更先进呢 还是更落后呢 从厂商的角度来说 我能理解为啥卫牌的CEO会下场怼问界的增程式 毕竟卫牌用了更复杂的结构 而且这套DHT系统的实际口碑也不错 无论是出于宣传需求还是什么 出来评价下有伤 这个操作我相信数码圈的很多朋友都见怪不怪了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我认为要看你的用车需求如何 那你是更偏向于拥有随叫随到动力的增程式 还是偏向于适应更多出行场景 用车成本也更低的智能DHT呢 成好了 选择适合你的产品就可以 毕竟汽车确实不是一个随随便便说买就买的东西 都去试试 多了解了解 总是没有坏处的 OK 本期视频内容就这么多 如果这期视频有帮助到你 请一定要点赞评论头部转发 我是HK 我们下期视频见 祝各位好运 拜拜